大家晚安我們起來關心今天的天氣 今天早上好冷 創下今年入冬的低溫 我們通常都是以台北市來看 當然也有郊區 但是郊區每個地方不一樣 就差異很大 所以我們都是用台北市 來看這樣的一個溫度 今天跌破13度 那現在來看的話 這個冷空氣正在發揮當中 但是這個冷 並不是 實際上冷氣團的它本身的冷 是屬於 輻射冷卻的冷 是有冷空氣但是很乾淨 很乾燥 然後等於是 晚上的時候就 輻射這個輻射跟那個核子輻射不一樣 大家不要 搞錯是 這個熱量 因為這個很晴朗都 散出去了這個叫輻射 那現在來看的話 這個 輻射冷卻效應在今天晚上到明天的清晨 還有喔 明天早上還有一波冷的感覺喔 所以請大家明天早上如果外出運動的話要留意一下 很冷 那現在來看的話 禮拜六禮拜天 整個 風向就轉變了 冷空氣都沒那麼強了 但是呢就有一點迎風面的水氣 所以 北部跟東半部 偶正雨 西半部還是很晴朗 溫度回溫 那現在來看的話 各位可以來關注一下 你看現在情況 一直到這個 12月中旬 大概不會有太大的改變 都是典型東北風的天氣 那北方呢 稍微 平靜了一下下 平靜了一下下 所以沒有顯著的系統直接南下 所以未來呢大概有 大概7到14天左右 相對的可能就不會那麼冷了 我們關注的可能是下一波什麼時候冷 現在可能要落在 12月的中下旬的時候 所以請大家好好珍惜喔 這個 至少不會那麼冷 因為冷 這個 讓人家很不舒服 我們其實這個在雅熱愛的國家 我們沒有冷暖氣 大多數沒有暖氣 所以 感受上一冷就很有感覺 所以台灣的天氣呢 大致上就是屬於東北風的天氣 禮拜六開始緩和 當中 那這個緩和呢會稍微好很多 請大家好好珍惜啦 那當然啦中南部要注意一下 因為這邊 非常穩定就沒有什麼風 東半部容易偶正雨 所以禮拜六 各地都是晴朗的天氣 然後但是到了禮拜天 這個又開始有一些震雨會出現了 就是水 我說的水氣 請大家稍微留意一下就可以了 大致上呢這幾天的溫度會慢慢的回升 就是禮拜 六的這個清晨還是要注意這個浮冷的低溫 13到14度 然後中午的高溫到20度 然後這個未來的就17到19度 其實17跟 14差3度而已就差很多 這個是很有冷的涼意 這個是稍微舒服一點點 然後大致上的未來這幾天慢慢的就會開始回溫起來 請大家好好珍惜一下 11然後接下來1617度 然後明天2425度 然後預計呢這樣南部呢也是一樣 開始會回溫18到256度 南部是真的很舒適的溫度 那今天晚上呢各地的天氣 其實大致上 還是要注意了 低溫的問題 有沒有看到 13 14 12 14 尤其這個 這個中南部這個靠近 秋林的地方喔 因為比較晴朗然後沒有什麼風 浮色冷卻越厲害 通常喔風很大的地方那個熱量就 比較不會這個 浮色冷卻就不會那麼明顯 反而是很 這個晴朗風速很弱的地方那個浮冷就會很強化 所以要稍微注意一下 明天清晨的低溫也是要注意 但是明天呢白天各地都開始回溫起來 請大家好好珍惜一下 有陽光可以曬洗棉被喔 使溫度 慢慢的回升當中 我們給大家很建議喔 今晚明晨留意浮冷的低溫 週六開始 冷空氣減弱 逐日的回溫當中 週日一 水氣增多 迎風面偶震雨 下週還是屬於東北風的天氣 就大致上會類似這樣天氣會一段時間 好極端